在《聖經》記載,聖Joseph被稱為異人,還被後世稱中 但在現今社會,如果你被人稱聖Joseph,可能就是笑你虧佬了 而在坊間雖然有很多所謂醫治Joseph的產品 而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咖喱國神有了 但實質有沒有用呢? 我們這次就找來勇者親身試試 由於尺度關係,用手代替也可以,其實差不多大尺寸 不是嗎? 好,先試一試 有一股果香味 有資料顯示,以前的腎油是由閃除的獨體鍊而成 有麻痺、麻醉的作用 雖然現在由其他材料代替,但聲稱都有同樣的效果 茶茶草度過了一會兒 都不覺得有麻痺、弄絲 只是很普通的油 就沒得到 昨天我真的試過 沒有麻痺 事實是否真的有用呢? 咖喱神油在印度沒有這方面 這是讓香港人製造、百名、虛銷 而賣給十三億的人口 它寫得很清楚 裏面有消炎、麻痺 全部都是植物提水液 中藥、蛇床子、海馬、肺因、丁香 淫養居 這個很引人入性 這一類既然可以在網上買 又不用醫生指的 其實就不是處方藥 是一些沒有效非處方 沒有臨床實效的藥 但是它傳種這麼多年 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再講一個印度的甜蠱 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印度神裡面 克里希拉是一個正義之師 他有次與惡魔打仗 惡魔就捉了一萬六千個女生 正義之師克里希拉 就最後打敗了惡魔 以及娶了一萬六千個女生 我計算過每晚見一次 要見44年 所以印度很長 很堅 很厲害 所以就要用咖喱國 來做一個包裝 據歷史就是當年九龍一個藥廠 就知道大部分人喜歡來老爺 性問題要用這些天觸覺 來包裝特別厲害 他們街坊都說人心 紅景天 山蠔 都說可以了 這個叫做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效應可以說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有一個英國的醫生在戰場上用孖啡針 用到最後那一次不夠藥 於是他就是用鹽水在病人面前做一些止痛癮的手續 他們說利芝麻啡針很棒 最後他回去做了一個研究 然後就發現給一些安慰的程序 他就會覺得 可以了 即是我回去拿天拿水 拿拿去都可以了 那又不是的 以西門慶的故事 戀共用藥 最後會中毒而死 在忠實的金平妹記載 西門慶最後33歲死 他死之前 就在街坊天觸覺 一個御醫 就買了一些藥 怎知道他查得過量 就壽終正寢 死了 我們去性健康診所做基本的問卷調查 看格檢查 看了究竟你是心理居多 還是生理居多 那常見的藥物 我們有噴劑 有藥軟 藥膏 其實不能一概而論 但到今時今日 即使在香港 看性健康 都仍然有一部份的男性 是有一個尷尬的 唯一解決的就是 性幸福 一定要在性健康診所去解決 就不是在網上去解決的 暴力沒有人想發生 但耳武製暴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我告訴你 時代革命 如用這歌 可以代表我 幫我為你 好 優勞 好 給我